OK 現在是我用15克 然後耶加雪菲碧羅亞 這個是水洗豆 它比較 風味比較乾淨 現在91度了 我設定是92度 不過91度OK啦 然後15克 悶蒸30秒30克 然後接下來設定是各30秒 大致上抓就好了 然後是 分水比1-10 然後30克80 80克120 150 簡單一點弄啦 我就不弄很花俏的 好30 一開始悶蒸就是慢 中間 然後確保所有的粉進到水 現在32克14秒 我等到30秒 它中間泡泡 有人說 泡泡泡破 可是重點就是說 粉吸到水 然後它開始呼吸 排氣 差不多30秒 它把風味都釋放了 大概第一階段 然後第一階段 我是想要水比較多 因為它前段比較酸 那重點就是說 粉牆要建築 要怎麼建呢 就是中間的水柱速度要快 好我們要交到80 然後小繞圈 好80 我們可以看到 這應該像個凹下去的火山口 真的厲害的人 它會 這個粉牆會 從 薄到 一個洞 這樣 還有一層 不會很漂亮 所以我後來 有用別的做法 現在 留完了 有人說不要留完 但是我留完了 然後第二段 120 也是中間 進到邊邊的時候 繞圈 我的經驗是 不要真的到 水不要真的到邊邊 快到邊邊就好 它就會慢慢 流下去 如果你真的 到邊邊 它中間會斷一節 好 留完了 最後一段到150 現在整個 倒完是兩分鐘 然後 留完大概兩分十幾秒 差不多啦 我認為到三分半以後 苦味才會出來 看它 其實 粉牆這邊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比我之前做的都還好 它有點斷層這邊 不過都還好 好 現在兩分半 留完了 就基本的啦 我們來試看看 看這顏色就是很濃 然後你如果要變 這1比10 如果你要變1比12 就加水 15克就加30克 15克的粉 加30克的水 就從1比10 變到1比12 大概這種概念 然後我 朋友都喜歡喝 1比15 我是比較喜歡喝1比12 喝看看